今年在防疫 我們真的也很認真在做 所以說我非常感謝 我們裡面的志工 林長新手隊 這個榮耀不只是我的 是大家的 我們裡面的 有對我們裡面的認同 我們才能做到那麼好 展開子 展開 Albert 展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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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赵先生 你好 我这边是光田理局长吴胜文 你好 有关这次你在防疫期间 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们的2020关键是新冠肺炎 过年以后新冠肺炎带来给我们营业 是真的很大的改变 像我们新冠肺炎有一些 从国外回来要直接隔离的 那我们要对它关心他们 我们不只说充物资 有时候我们都会打电话 温厚一下 跟他打打气 因为总是14天 也不能出来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里面有几个 目前人现在只剩下一个 剩下一个 对 好像上个礼拜五刚好有一个 居家提满 他有打电话给我 他还跟我说 不可以做事 我跟他讲说不行 还没有满 要等到满才可以下来 对 对 像比赛 清洁 聚会 还有我们有一些共餐活动 清身 这些都要停下来 藏在家真的会很屋子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志工去陪伴他 带他出来在我们的活动中心 我们有一些跳健康操 有一些做DIY 这样来讲打的话 他的时间会更快 刚好这一次真的会用得到 我们就是在里面我们办一个长者的分纱 因为有一些长者他比较含戏 请他来穿新娘的分纱 再来跟他的老公再做一遍的那个红地毯 他会觉得说 我真不好意思 可是到后来的时候 又很多人要报名 像这个照片就是我们当初在拍分纱的 这张非常地特别 这新娘不一样 她是蓝扮女装的 因为她跟她老婆50周年 她在找她老婆拍 她老婆不给她拍 所以说她 我就 我们两个做神体队我们来拍 像这个拍就可惜 大家新娘已经 真的过世了 所以说你看人是 很多事情没有去做 就来不及了 其实有时候有很多工部门的团体 或者民间团体 来跟我们参访的时候 他们也去问我们社区的长辈 我们社区长辈都常常跟她回忆去说 我现在在家里 我如果说到公电力 我知道 哪里有电视 那个公电力 让他们觉得很有荣誉感 就像刚刚那些长辈 有一些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们都还愿意从家里 来到活动中心 表示她对这里有一份情感在 我今天说 有发生这次也好 为什么呢 你看后来感冒也减少了 流感也减少 小朋友的长辨误毒也减少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 在开会 还是有活动 我都常在比例这个 因为如果再把这种 卫生习惯保持下去 像我们这次打流感 流感疫苗就有530位 所以说有史以来 我们里内打流感最多的人 这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健康 会对自己的健康的要求跟关心 一个一个进来 不要挤在一起 来一个一个进来 不用挤在一起 我看是大家的希望都是 希望这个会员 赶快结束疫苗 赶快出来 能过正常的生活 能到各地玩 他们可以来我们公园 我们活动中心这一边 把这个快乐再找回来 跟老公讲吗 对 跟老公讲 我们平常感情就很好 对啊 大家都这样认同 2021年呢 希望老公真的要平安健康 不要承担太多的责任 因为有些事情 还是希望放下一些责任 小事就轻松一点 开心一点 快乐一点 最大的期许 他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 真的是 虽然是很辛苦 可是我们真的 做得很快乐 大家都幸幸福福的 快快乐乐的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期望